便秘是当今社会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症状,起初,小张认为这是由于上火引起的,所以就没有在意。 后来,他发现这种症状总是发生,而且越来越严重,他尝试吃泻药,可是也没有什么作用,反而越吃越严重。 这一情况严重的影响到小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医学表明,便秘在人群中的患病率非常高,但有却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就诊,大多数人不确理会,便秘可以影响个年龄段的人,女性多于男性,老年多于轻,壮年,患有便秘的人常有许多苦恼, 严重时会影响生活质量,便秘是临床常见的复杂症状,而不是一种疾病,主要是指排便次数减少,分辨量减少,分辨肝结,排便费力等,是由多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一种症状,与日常饮食习惯和心态具有很大的关系。 下面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注意事项,一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,每日定时排便,形成条件反射,建立良好的排便规律,有变异时不要忽视,继续排便,排便的环境和姿势尽量方便,拧得一致变异,破坏排便习惯,二多喝水。 适度锻炼,每天至少喝三杯水,进行适度的锻炼,水是生命之源,对人体特别重要,每天喝三杯水,能加强对结肠的刺激,也可以润湿肠道,起到润滑剂的作用,十分便轻松排出,平衡工作和生活,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,做到劳易结合,适当的文体活动,特别是腹肌的锻炼, 有利于微肠功能的改善,对于酒做少动和精神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者更为重要,四多吃水果蔬菜,水果蔬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,而膳食纤维能够加快肠道蠕动,推动食物残渣更快的通过肠道,有利于产生变异,促进排便缓解便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访问 转发 打赏讯会讯息 转发 打赏讯会议 转发 打赏讯会讯息 转发 打赏讯会访问肯定是否。